他分的這個來講 那我六個的話我要再去查 我有點忘記 因為我們以前在經書 我們已經都說出什麼 就是湊遊四門 就我剛剛講的 輪迴 煩惱 分別 所知當 這個四門的任何一門的來講的話 它就所謂叫有漏 它的有漏不是說什麼 我湊遊圓著它 或者說以周遭的 而使煩惱增盛而叫有漏 而是什麼是 它本身是煩惱 本身是所知障 本身是洩脫 本身是屬於輪迴的這一部分的話 那叫做有漏了 那除了這以外的 這些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無漏的 這是以阿比達摩極論的說法 那以中觀的說法是什麼 那中觀中則以 能作為比所斷品的能對峙 那就是什麼呢 為無漏 不作為比的那一分 就是安利為有漏了 什麼 它這邊的有漏跟無漏 就是比較狹隘的 它應該不會包含到一切法的 這一邊中觀派應該是說什麼 中觀派的話我們以前不會這樣子 我們說中觀派它有程序 是阿比達摩極論的 這個有漏跟無漏 但是說什麼 中觀派它這邊特殊所要講的 有漏跟無漏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不要講說 有漏跟無漏包含了一切法 有漏跟無漏包含了一切法 可是什麼中觀派這邊不共的 所謂的有漏跟無漏是什麼 是說它有沒有 這個東西如果有對峙的煩惱 有對峙的所要斷除的話 這我們叫什麼無漏 它沒有對峙到任何的來講 我們叫有漏的 這個來講的話 它是分出這樣子 分出這種這一分來去做的 那是說什麼 對峙煩惱來去區分的 那所以簡單來講的話 它有漏一般來講 我說應該有可能很多的這個地方 沒辦法記得的話 一般我們說所謂的有漏跟無漏 最容易記得就是我剛剛講的 阿比達摩奇論的分法 就是說有特有 輪迴 煩惱 所知障 分別型 這四種 符合這任何一門的有漏的話 我們叫做有漏 和如果不符合這四個任何一門的 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叫無漏 無漏 好 那第三 別說 這個來講我們又說什麼 說什麼 那第三 別說所緣的差別 大書 大家還記得我說什麼 這邊大書是什麼是 應該說阿瑟黎世子賢大師 有做兩本比較大的註解 有個大書跟小書 小書就是我們這邊所用的明顯議論 我們這邊現彎專案論 主要在詮釋的明顯議論 那大書是什麼 是 世子賢大師對於 波爾八千宋的有一個大書註解 有一個大書 他引用這個大書說什麼 那筆記想法界恒常清淨無二致為所緣 如是未得恒常清淨的緣故 當如何說筆越發清淨轉勝 以如諸水晶空 得淨般許淨故 而若即如是以清淨為如實至 未予對製品起執著 既由亦順於所製品起執著 故無以斷所製品與對製品之分別 成一方清淨之師 然依辱方看善限一切種之之所緣為 無是亦有所說故 如何為究竟清淨所緣 無過以事隨行正理之無是 無是乃說為正是俗 彼能葬真實意之自信 由依次正如幻術即為清淨 應該說什麼來講 我們簡單來看待意思說什麼的話呢 他說在別說這個意思來講的話 說什麼的話呢 因為他這邊的解釋來講的話 應該我們說我盡量來解 這個大叔的意思說什麼的話說 法界恒常清淨無而治為所緣的話 是說什麼的話呢 說以上所謂的法界恒常清淨 那無而別的分別 無而別的這個智慧呢 是什麼 是這邊我們講的所緣呢 是這個無而別的分別性 它的所緣是什麼呢 是空性嘛 是空性 和這一邊的這個無而的我緣是為所緣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它是緣著這個空性呢 因為它是恒常清淨的 和不斷不斷的增長 如果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就像什麼別的經書裡面或者佛經裡面說什麼 如諸水經空 得盡般許盡 就像什麼呢 就像說什麼 水 金子 虛空 它是什麼 是從來沒有染污 清淨的一般的話 這邊的空性啊 空性所講的也是像什麼 水啊 金啊 空一樣 完全沒有遮子 完全沒有來講的時候 所以說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那 如果這樣子說的話呢 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邊來講的是什麼 是透由宣說這個空性 而說了知這樣一個的 這種空性的會呢 為說什麼 為所對峙品 而以什麼 以間接的引申出那個反方線 或者說什麼 直為有地實存在 有真實存在這個執著呢 這是什麼呢 這是為所謂的所斷品 這是所斷品 那 所以來講的話呢 那 如果按照來講的話 應該說我們從後面來解釋 會比較 我透過它應該來解釋的話 這個 大叔有些地方的 的文字 我也不是 說完全知道他在講什麼的話 我說我看後面他說 那 訴說筆意識 時前說者為為世中 若成是筆所許 以前有人說 為世中歸世 憲政所取 能取一體空的有學等辭 至為憲政單一法性而已 並未憲政依他所取能起的一體空 那說什麼的話呢 應該說 這一邊 這一邊以上的問難 剛剛以上的在 現彎專 不是現彎專 在波爾巴堅宋的大叔的 這個問難的 這個前番者問難是什麼 是以為世派來問難 和以他的問難的話 他的問難的方法是什麼 是說 那在於說什麼 他說如果按照 為世派的解釋法說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說 那在於 應該這樣講 就是為世派他去了解能取索取一體空的這種 憲政能取索取一體空的這個根本定的時候呢 他是什麼 他沒有完整的了解到空性 他只有了解到一方的空性了 就是我們大家還記得以前我們在介紹為世的時候 他說了解能取的空性 也等於是了解了索取的空性 了解索取的空性 也等於是了解了能取的空性 他說對於瓶子跟紙取瓶子的心事的空性 是一樣的意思了 是一樣的意思 那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邊有一個人的疑惑 或者人家對於為世派的錯誤了解說什麼 當你了解了能取索取的一體空的時候 你等於只是了解了索取的空性 他這邊的意思是說什麼 為世中歸是卸證能取索取一體空的有學等職制 為憲政單一法性而已 是什麼 他只有證得了索取的空性 而什麼呢 並未憲政一他起索取能取的一體空 他沒有證得了能取的那種的空性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說 就是我把我們比較能聽得懂說什麼 他認為說以前我們 證到瓶子的空性的時候 有些人以為說 維斯派 認為說他如果證到瓶子的空性的時候 他證到的是瓶子跟瓶子的 瓶子的量是沒有一體 一體的空的時候 他只有證到瓶子的空性 沒有證到瓶子 瓶子的量的空性 所以他只能說什麼 只有證到單方的空性 單一的空性 沒有證到說 能取跟索取雙方的空性的時候 那說什麼 如果以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是什麼 因為他說什麼 因為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剛剛以上在大書這邊說什麼 筆記想法界恆常清淨無二智為所緣 如是為得恆常清淨故 當如何說筆 越發清淨轉勝 以如諸水晶空 得淨不斑許淨故 那這邊來講的話是什麼 他的意思 我說我看福生大師的記事 我說我也只能片段片段解釋 有時候有些地方的這個 前後還是什麼 我沒看解釋 我也覺得我看不太懂 是什麼 是他說這個來講的話 是代表說 這個一切 應該不知道是一切字 這個根本定 他的所緣 也就只有了解到 所取的空性 他沒有要了解到 能取的空性 因為所取的空性這個是從 恆常就清淨的 恆常就清淨的 來做這個時候 那這邊來講 他的危害或者至終會說什麼 那所說的不合一 因為在為世中歸 如果不認許有憲政 依他起所取能取一體空的有學聖等詞 則因凡夫沒有如是現官 故就成不遮潛以他起所取能取的一體了 那什麼來講的話 他說不應該是如此 因爲什麼呢 再來講的話呢 你必須要承取有一個有學 或者說應該說有一個聖者的心事 可以證得能取所取兩者的都是一體空 而不是只是單方的 為什麼呢 因爲如果你沒有證得到這樣子的話呢 什麼 那種凡夫的心事生不起這樣現正空性 凡夫的心事生不起空性的話呢 還是如果你生不起這樣子的話呢 那個 一他起的能取索取就不成利 你就變成只有單方嘛 索取是一體的空 能取沒有一體的空 因爲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了解這件事情 沒有可以了解的 那或者說什麼呢 因爲他一個一步一步的解釋 我覺得我可能也解釋不出他的 完整的文字 我就不適合去解釋的話 或者有另外一個說什麼的話呢 這是唯士派的說法 看如果從中關派的說法說什麼的話呢 他說那比佑說 以中關中的觀點看 現為等池苗牙 第十空的等池字 並非指憲政單一的法性 也陷起有法苗牙的形象之上 而憲政苗牙無事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是什麼 是後面大家知道說 如果在憲政空性的心智 或者心事來講 它不會憲出苗 我們福智大師在這邊後面講說 憲政苗牙無地時 苗的無地時是無哲嘛 所以它不能推使出苗 如果你這個分別心 在贈得苗的無地時的背後 它如果可以贈得苗的時候 代表說它要隱身 隱約出苗的話呢 那苗的無地時就變成不是無哲了 而是變成是非哲了 所以在這個意思來講的話 有些人把以上這一句話 就是這個 世子賢大師在他的書裡面說什麼 有些人說什麼 在中關中什麼 因為剛剛以上那一種是 以維世派的說法嘛 後面如果把這個算 說是中關中的說法的話 有些人說什麼 他說有些人說 憲政苗的無地時的那種根本定啊 它是什麼 它不是只見到空性而已 而是什麼呢 而是也獻出苗本身 而再去見出苗的空性 有人這樣子說啦 有人這樣子說 大家這個就是什麼說 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家如果有聽懂那樣 就是像維世派 有些人錯誤的說法是說什麼 是它只贈得了 應該是這樣說什麼 憲政空性的這種根本定啊 我用我的自己的文字來跟大家解釋 可能比較容易 憲政空性的根本定呢 它只了解了什麼 它只了解了所取的空性 它沒有了解了能取的空性 在維世派來講 我說以前面來維世派 實際上來講我們說什麼 如果這個人 了解了能取的空性 它一定要了解所取的空性 了解了所取的空性 一定要了解了能取的空性 因為以維世派來講說什麼 這個能取跟所取 它的空性是一個 因為它是什麼 因為它是同一個吸氣種子 所引申出的